位在吉安乡中央路三段的皮老板工艺之家 也是花莲县新著名权益促进会吉安分会 26号的上午包含市长魏佳燕 县议员魏佳贤都出席了开幕典礼 而店内除了有自营的生鲜食材 同时也成练了毕师大、主爱之家等机构的商品 未来会将每个月的营业额10% 回馈给弱势的团体和乡里 抛砖引玉来帮助需要帮忙的乡亲 学成归国回馈乡里 出生花莲寿风乡的张荣家 从小耳濡木然养殖业 2018年曾在中国经商 成功学习许多经验 并于2020年归国 身为台湾鲦鱼与虚木业的家族第三代 秉持给鱼吃不如给一只钓干的理念 26日上午 皮老板工艺之家 也是花莲县新著名权益促进会吉安分会正式开幕 包含市长魏佳燕等贵宾都出席支持 营业了10%会回馈给你落实团体 那也是我的用心 那想说这几年都在国外 那有回到这部家 完成我自己落地生根的神秘 那我就回来到花莲这个故乡 开了这家皮老板 成军装卖店 也在这条创业路上 想回馈在地的乡里 那里面有所谓的直播室 也可以让更多的落实团体 或是复你二度就业的 还有亲住民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室 帮他装一个简单的创业 那他们不用有时间压力 让他们有更多的地方花费 然后我们里面也有很多成价是给我们 Pistar 然后所谓的鼠爱之家 这些落实团体来每便上架 可以帮助他们更多的一些 一些运用啦 所以说我讲说刚好成立 田老板 成金专卖店 然后在创业路上也 帮助落实团体深入做主要的 想法跟未来使命 除了自家生产制造的畜牧养殖产品 另外提供空间 陈列毕师大 祖爱之家等社福机构商品 还有花莲小农产品 并设有直播带货空间 让没有专业器材的创业者 能有一个展销商品的机会 同时也是抗爱豆式的张荣家 接盼以工艺的方式 为花莲落实团体与小农 开辟营业据点 未来每月26日 也会将营业额10% 回馈花莲落实团体抛转影域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花莲相亲 继续讲帮眼前相报导